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很有食欲 难得聚在一起 重任心情大后 尤其是廖比尔对这镜头笑出了一口大白牙 廖比尔如此开心 相信除了和好友相聚 还可能是因为好事尽了 上月初 港媒爆料 廖比尔即将在明年出将 对象是拥有百亿身家的富豪 接受采访的时候 廖比尔并没有直接承认习讯 但是呢 也没有否认 他更三不五时的就是在个人社交账户上 晒出一脸幸福的自拍照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好心情 心情好 气色自然也好 已经41岁的廖比尔 皮肤紧致 有光泽 笑容自然不僵硬 看着比实际那年龄小一大结 相较之相 只比廖比尔大一岁 今年42岁的陈建峰 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差点就忍不出来 他身材发福 脸也是从以前俊秀的小脸 变成现在的包子脸 加上他的虎子拉长 有点不削蝙蝠的样子 已经无吸润男神的风采 事实上 陈建峰近年来备受遗传病的困扰 去年 他出席活动的时候自报道 2018年 他在国外做身体检查 医生发现他的脑部遗传 回来之后 他立马赶到了专科求证 医生确认他得了遗传病 得知自己患了怪病之后 陈建峰感觉天都要躺下来了 他的心情极度沮丧 一度想要礼仪住 甚至有轻声的念头 索性 陈建峰最后还是看淡了 并且开始反思自己 以及做出一些改变 如今 他已经可以很坦然地结束自己的病 以及积极地面对人生 廖比尔帅照的同时 还发文表达了和陈建峰重剧的愉悦心情 并且提及两人当年在TVB时期合作的电视剧《律政新人王》 在这部剧当中 陈建峰饰演冷静聪明的律师 廖比尔则是饰演暗恋他的女同事 是一个爽大姐的角色 当时 两人虽然演技稚嫩 但是充满了朝气 让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戏的另外两个主角 正是林峰和胡信尔 时隔多年 四人均已经离开老东江 并且有了不同的发展 最近 胡信尔凭借着《演员请救二2》的《情侦引出》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人气高正 而林峰也不唱 刚刚容上了爸爸的他 有机会和一些女性刘涛合作 说起陈建峰 想到的就是他饰演的人物了 真是帅得不行 又是对女主很深情的男人 譬如《美人心迹》 饰演刘恒举对斗衣房的后 让无数女人嫉妒得要死 多金有才 寻情还专一 饰演的江子牙 不仅足之多谋 还超级帅了 感觉他演的寻情人都不会让人看腻 看了只有反干 觉得都是法子内心一样 在前年的时候 我还是很追《烽火家人》的剧 刚开始是为了颜值来看的 毕竟有舒畅 陈建峰 这对巨男靓女 还有冷酷专一 不惜舍弃性命 相救的周庭春 后来是慢慢的被剧情吸引 其实大多数人刚开始看了迅贵其中的颜值 要不为什么现在的电影都是选高颜值的呢 都是一些刷脸剧 真正追的那些啊 延后剧情有吸引人的 才能够激发人追剧的欲望啊 要不你看 现在的《芈月传》颜值不低吧 但是剧情不行 很快就掉粉了不 看采访陈建峰的一期节目 本来在我的印象当中 陈建峰是一个和问中 很阳光的人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 陈建峰是一个很宅的人 差不多有点自闭 他每次拍完戏就会回饭店 再也不出来 搞得跟踪他的狗仔队都不满意了 说是这也太规律了 根本就是没料可亡 被静姐问 几个月在饭店里面不出来 都是干什么呢 陈建峰的反应就是很搞笑 就是看看剧本 玩玩游戏 看电视剧 并且称自己很忙的 苗苗就像是个大男孩一般 语言不仅幽默 还很极致 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绯闻 没有绯闻反倒是惹人猜疑 第一个被质疑的便是兴趣向是否正常 但是陈建峰就像是绯闻当中的绝缘体 出道这么多年 与众多TVB花旦搭档引擎旅 在内地派一句有事和不少的漂亮女性合作 即使身边的人不断的传绯闻 唯独烧不到陈建峰的身上 陈建峰解释 对于绯闻要避免 很小心点才行 当初进入到电台当主持人的时候 前辈就是教导我 娱乐圈也是媒体的一部分 要有良心和责任 现在我的粉丝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小女孩 我不能乱来给她们灌输不好的东西 所以平时为人又很注意 希望要做一个好的大哥哥 看看苗苗的思想多健康 明星是会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 苗苗这一点做得很好 当被质疑到兴趣向的时候 苗苗说 那随便人家把我想成不正常好了 反正有一天我是要结婚的 也会低调的结 40岁以前我肯定会结婚的 我是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人 我喜欢发歌 周润发那样的 他会搭公交车去市场买菜 我上个礼拜回香港也是坐地铁了 我总不能牺牲我生活的这部分乐趣吧 坐个地铁 别人总该不会把我吃掉吧 是啊 明星也是人 不能为了这些失去了最基本的快乐 和苗苗合作的女明星有很多 王立坤也是一个 不久之前流露出他俩的结婚咒 难道是暗暗地低调结婚了吗 苗苗坦言 很喜欢王立坤这样的女生 喜欢做事不说二话 文人也是很直爽 心态也超级好 但是那结婚咒呢 只是剧情的需要 哦 原来是派圣女的黄金时代啊 这是一部讲述了都市圣女生活和感情的现代剧 剧中 王立坤和陈建峰饰演一对欢喜冤家 两人则受刚开始的水火不容 到后面的甜蜜幸福 经历了不少的波折 最终两人终于冰势前嫌 并且携受幸福地走上了婚姻殿堂 其实 对于陈建峰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就是和林仙如合作的内部《美人心迹》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陈建峰饰演的刘恒 可以说 不论是在颜值还是魅力上 都是把罗靖分分钟秒杀啊 话说 在这部电视剧之前 陈建峰一直都是在香港TVB发展的 第一部作品就是搭档女神舍士曼 担任男主角 据说 哥哥张国荣还曾经亲电了陈建峰 客串自己歌曲的MTV 后来 陈建峰还和林峰 胡信尔合作过电视剧《绿政新人王》 人气爆红之后和吴卓西 黄宗泽以及马国民合并成为了S4 中间那个就是最近被下降头 给男友起黄色外号的叶玄 其实 陈建峰在来内地之前拍的电视剧 还是有很多的 可以说在TVB的发展还算是顺风顺水 只不过角色有些局限了 不是律师就是警察的 再加上香港电视圈 电视剧的逐渐没落 事业遭受到瓶颈呢也是难免的 还有传言 当时陈建峰和林峰外形相似 泄露成河 所以陈建峰有些遭到排挤 可是现在再看看 陈建峰晚报整容失败的林峰有没有 和当红小花旦唐嫣合作的电视剧《乱世佳人》 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 罗敬唐嫣都火了 可是唯独陈建峰依旧是不温不火 后来还和舒畅合作了电视剧《烽火佳人》 两个怎么都不火的人都遇到在一起 结果可想而知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早期陈建峰还和霍思燕合作过 那个时候的霍思燕真的好美哦 也许是到内地有些心急 总觉得陈建峰还是在TVB后 尤其是那几部《风神》系列的雷剧 简直雷到爆啊 于是乎 他就成为了《风神榜专业户》 就是这几部雷剧 一下子就是将陈建峰之前塑造的形象 毁进全屋 反正现在只记得他演的江子牙了 总之 陈建峰有颜知 有演技 水美女神也并不缺 但就是活不起来 也许原因啊 就是差一个真人秀的距离吧